虽然华联县各级学校早已预备演练多次远距教学的模式 但19号正式上路操作时 还是因为学校原本的宽频有限 一时无法承载大流量 影响远距网路速度 瑞瑞国中的老师是立刻用手机热点做分流后 才顺畅了许多 其中有五位学生 还是因为家中网路讯号不佳 选择到学校上课 照上第一堂课 宽频有限的瑞瑞国中 网路一时无法承载 来自全校200多位学生的网路流量 使得远距教学卡卡 老师紧急开启手机热点分流处置 后来我们紧急应变 就是我们有些的电脑 不是用学校的WiFi 而是就是老师们 他自己提供手机上面的讯号的分享 来疏解 瑞瑞国中透过了几位老师 手机热点的分流 舒缓宽频承载量 让接下来远距教学的梅玉堂课 都一路顺畅 老师说学生的线上出席率 平均有将近九成左右 但也受限于远距教学 相关课程如体育课 内容上也做调整阴影 原本是我们学校这周要进行游泳比赛 那我就临时调整说我们后续的课程变成是以桌球为主 那又正好搭配了一些桌球的影片跟桌球的一些规则介绍 来让小朋友这边可以理解说 OK我们桌球回来之后可以学哪些东西 然后也许会比较好上手 透过了电脑网络进行远距教学 少了课堂上与学生们互动与反馈 看着手机和老师同学们共学的方式 学生也有些不习惯 有点不习惯 怎么说 就会画面会有点卡 然后会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由于远距教学模式 华林县各级学校早已预备也演练多次 因此今天正式上路 即便操作初期 因频宽不足而有些乱 但一下子就克服 校长徐俊杰肯定就整体运作而言都很平顺 整体上来讲 就是第一节课的时候 稍微的 因为讯号的关系 稍微有点延迟 之后的二三四节 目前运作起来都还算正常 学生也陆陆续续 就能够再适应这种教学的一个方式 瑞瑟国中远距教学首日 硬体设备运作一切评审上路 而至于学生端 可能因为社区网络讯号差 或者没有网络设备等等的问题 而影响在家远距学习的学生 到校上课时 校方也恪守 分区不群聚的防疫规定 让学生真正停课不停学 记者时预兰瑞瑞瑟采访报导 我发现了 中文字幕——YK